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鏡頭前面這隻 就是豬仔今天的第三隻 推介 天陰陰今天都少一點錶迷 有個錶迷接下來是兩點多 吃完午餐過來 差不多時間了 趁著有空檔時間 豬仔介紹今天第三隻的推介 這隻我二三月份的時候 差不多四五個月前 豬仔介紹過這隻Dayday的Casio 性格比值很高 這隻Casio 是一隻 我們怎樣說呢 其實玩錶的時候 有些錶迷經常問我為什麼不入這隻 為什麼不入那隻 其實豬仔對入錶有些要求 如果性格比值低的時候 我就不太想推介 因為說真的 手錶都不是必需品 玩具來的 大家可以哄自己開心 所以性格比值高的時候 玩就有價值 這隻就是一隻Casio Dayday的石英錶 行電池 它的Dial做得很漂亮 雖然它是一隻平價的石英機心 平價的手錶 在Casio來說 但是這隻錶 非常密超所值 十二點位置 就是一個升旗顯示 用了線形的升旗顯示 做英文傳寫 而下方一點點就寫了Casio 而六點位置就是一個日曆 所以Dayday 都是做了八本黑字 寫了WR50m的防水 以及錶面的正中間Dial的部分 做了一些放射性的凹凸文 所以凸顯了整隻錶的中心位置 圓邊位置 你看到黑道都是做了光身的 做了拋光的 凸起的字釘 不是做了私人 所以我就說 它真是密超所值 如果知道價錢 都做了一些細緻造工 真的 沒得彈 時分針也有野光 黑道就沒有做野光 黑道就沒有做野光 看看時分針的野光 照一照給大家看 時分針的野光 對 給大家看看 黑色的Dial 錶腳位置 錶面做了礦物水晶玻璃錶面 軟玻璃邊位置做了光身的不鏽鋼 做了拋光的不鏽鋼 然後錶腳位置做了光身的 做了拋光的處理 然後延伸到旁邊的部分 這裡有少少做了噴沙 這個位置 所以我說這隻錶 真是密超所值就是這個意思 這裡做了車的拋光 然後起了一級 突顯了層次感 還未夠 還要旁邊錶腳的位置做了兩個效果 做了光身之餘 還做了這個雜角的位置做了噴沙 延伸到下面的部分做了光身 也做了護官位置 錶官放在三點位置做了一個拉推管 錶帶方面做了一條鋼片帶 厚身的鋼片帶 還可以的 不算很薄烈烈的 也很紮身 然後做了拉絲花紋 兩項做了光身拋光的處理 好了 錶扣方面做了摺疊式的錶扣 做了拉絲花紋 上面寫著CASIO的Logo 踢起它做了噴沙的薄橋 好了 看看錶底 錶底做了一個陷入式的底蓋 上面寫著Water Resist 五個巴的防水 Japan Movement 日本基深中國組裝 Stain Steel Bag 不鏽鋼的底蓋 好了 反過來給大家看看 正面 近鏡 好了 整隻錶不算很重手 不算很重身 還有我覺得黑色的Dial 做了一個放射性紋 很漂亮 黑色是比較沉 但是做了一個放射性紋之後 又不錯 網絡的感覺 好了 這隻錶 整隻錶 104g 不算很重身 104g 也不算太輕身 這個錶徑 我覺得很合適 它做了39mm的錶徑 9.9mm的厚度 這隻錶也不厚 這個尺寸也很適中 先量一下 這個尺寸 這個尺寸是46 所以整隻錶不算很大 我先帶給大家看看 這個壓紋的放射性紋的錶盤 一隻Casio的Dayday 我自己覺得 以斯文錶來說 Casio這隻Dayday 真的算是 對比價錢 算是很值得 也是很值得去擁有一隻 那這隻錶多少錢呢 是262元 262元 那電池大概用了三至四年 回到豬仔那裡換 我自己的錶都是收二十多三十元 另外 每月的時間標準不差值 不要因為 覺得200多元會不會很差 絕對不會 為什麼呢 它是非常準確的 準確時間不差值 每天少於五差一秒鐘 那就是一個月只有正負二十秒 正負二十秒 非常之正 那好了 每月不是每日 每月 那這隻錶就帶上了豬仔14.8cm的手腕 整隻錶的錶勁是39 很合適 一些喜歡斯文錶的 尺寸不是那麼大的手錶 那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還可以繼續留下 為什麼呢 豬仔拼了一些換味的玩法 那時候有些錶迷 覺得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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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我告訴你 嘩 嘩 不嘩 就好看你自己的想法 那我自己覺得 有時候呢 有些配搭 如果你懂配搭的話 又好 又有換味 那接下來呢 今天下雨下雨後 又涼了 剛剛下雨 剛剛下雨 今天還沒下雨的時候 也很熱 那現在又涼了 那接下來呢 如果涼了的時候 可以搭配皮帶 那豬仔呢 就搭配了一條橄欖綠色的皮帶 很有型 拼了下去之後 我發現 一定要介紹給大家 搭配皮帶 你完全不會覺得這隻錶是便宜的 對 搭配了一條皮帶 橄欖綠色的 這條皮帶也比較厚 一些皮帶 但是 OK的 很軟熟的 而且表面也有些少少 Vintage感覺 做了車線的 那 百多元的 不會很貴的 那整個錶 加起來都是 二百六元 加一條百多元的皮帶 玩一下 那就完全兩種感覺 可以帶出 好了 這個橄欖綠色的皮帶 另外呢 配了一條橫色 或者叫卡奇色的皮帶 也是車線的 那這次車的不線 就不同車法 那是型格一些 帶上去 就完全有 跟斯文感 也未必是 完全很斯文 配了一條卡奇色的 錶帶 車線的皮帶 也是厚身的 也是百多元的 這條皮帶 也是厚身的 也很軟熟的 你看到我現在很軟熟 很軟熟的 是 車線的皮帶 其實呢 換一換皮帶之後 整條皮帶又會不同的感覺 好了 最後給大家看看近鏡 一隻Casio的Dayday 我們叫它Dayday 一隻黑色的 黑狀銀 如果你是細手 手比較細 39mm 非常適合你的 如果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就可以在封面那裡 找珠仔Whatsapp電話 Whatsapp給珠仔也可以 打給珠仔也可以 告訴我你喜歡的手錶 想在佐敦店頭 還是黎智角店頭 希望你喜歡珠仔這個 Casio Dayday的推介 好了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我們下集見